打麻將的傳播鏈還是斷不下來 彰化今天新增十名確診案例 其中有一名是住在新北的五十多歲的富人 結果他跑到彰化來找親友打牌 那麼最後總共就造成有四個人確診 另外還有四個人也都被驗出了陽性 這樣的麻將排咖傳染鏈 讓衛生局開始緊張 因為排咖分散在各區 打麻將就在密閉的空間 時間長接觸久很容易造成傳染 彰化新增十名確診案例 其中五人和打麻將有關 一名住新北的五十多歲富人到彰化找親友 順便跟六十多歲的男性有人去打牌 結果兩人確診 他們去的牌友聚會 又有兩名分別是六十多歲的富人和男子也染疫 另外四名牌友被驗出陽性等中央公布案號 還有一名感染源不明的 縣府也懷疑屬於麻將排咖傳染鏈 衛生局說打牌時間長接觸機會多又在密閉空間 因此傳染機會大增 縣府也公布足跡五月十六號到六月二號 只要到過皮頭香園林市參加過排咖聚會 而且有症狀的一定要趕快通報裁檢 其他則是從桃園到彰化的中國籍配偶 傳染給他三名室友 水果商傳染鏈和桃園旅遊家族群聚各增加一人 台中最新確診人數增加三人 其中一人是北屯群聚鏈的鄰居六十三歲筍農 他回到東山市場賣竹筍 因此市府也派人大消毒 另外北屯停聚鏈最先爆發的家族群聚中 唯一被驗出陰性的二兒子 居家隔離時也確診了 北屯區是台中市人口數最多的區域 家庭群聚更是最大宗 市府不敢輕忽 會持續追蹤匡列 華社新聞 徐某蘭 張志君 謝忠義 賴曼妮 彰化台中報導